赖清德只要今天捐出来 我今天就辞 赖清德都已经说老家要信托公益 赵绍康还拿出空白的中广动作辞职书 继续喊话 是因为赖清德被酸中痛 被酸中痛道德标准应该比较高 记者帮我拿一份给赖清德 他只要辞我立刻签名 其他矿区的住宅安心奉心 因为不会拆到你们 先前怎么样都不辞中广 如今赵绍康主动拿出辞职书 只是日期完全空白 说要等赖清德完全捐出 但相关程序赖办已经说进行中 甚至老家刚少都撤除 不止赵绍康还在词不词之间犹豫 前一天赖清德对蓝白两位主帅 也这样喊话 你愿不愿意把大群管交付公益信托 克市长你投资农地来草地获取暴利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样 要侯科比照办理 但他们显然没有接球 一个没正面回答 另一个还要找帮手 我的大群管我从三十年前 一开始就合法缴税 也不是违章禁止 也不是没缴税 我会捐出来没问题 我还拜托那个方国商 找一个律师你知道 来处理 侯科态度很不干脆 反而还是来一副小教授康 月祖带袍帮忙呛 你捐我就辞 不要说捐出来 只要说降租就好 所以我认为说 这种观感真的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柯文哲这个部分 现在看起来是草地皮之嫌 他的捐是捐得非常不甘不脆 他突然拿了一个空白的 这个这个实质书出来 就跟他当时 这个就是在跟赖清德对差的时候 我认为是超级没有诚意的 蓝白打赖清德老家 维建石活力全开 但当自身房地愿不愿意 也承诺交付公益信托 态度可是大转变 蔡英文黄先生 这来都得到